商务英语本科 请找一份商务英语相关的 英语外贸的工作 谢谢大家 这是什么穿搭 就是正式中带着一点休闲 这是休闲中带着一点正式吧 就是这种混搭 是不是现在特别流行 对 很流行 她是一个看起来 特别可爱的一个女孩 看看哪语言 作为这个基本的一个门槛 还能不能够在其他的方面 能够有些突破和成长 都干过一些什么工作吗 大一的时候是 北京新东方 英联班亚斯教育部的 助教工作 后来的话 因为我是校女排的 主攻手 你是女排的 对 你们那网友多高 比我高多 你能蹦多高 摸高很低 但是包球技巧很好 指哪打哪 然后我还做过 中国一带一路 国际协商大会的 台上的交替传译 最近得到了一份 中国以色列商会的 实习生的这样一个 也是翻译 我是项目经理 啥项目 他们今年要就五个方面 拓展市场 然后给了我一个项目 让我去收集里面的 就是相关客户的材料 这样子 你打工打得还挺多的 而且你的打工的工作 都挺高大上的 我觉得很多东西 你去想象的时候 是跟实际上差别很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实习和经历存在的原因 我现在要通过实习经历 来把我这些 原来想象的东西 变成一些实际的东西 家庭成员怎么只有父亲 我父母是李毅了 所以你跟父亲过 也不是 我其实两边都不是很跟的 就是姑姑带着我 聊到家庭的时候 我就想想给我爸爸妈妈 一个惊喜的 我爸爸从我上初中高中开始 就不断地跟我说 以后上非你莫属吧 我觉得我爸爸打开电视 看到我的时候 他会有多开心 其实我有一点 我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说 就是你父母这个事 就你的观点这个事 我觉得还挺点赞的 他是支持父母离婚的 这对于孩子来说 这是很难做的抉择 就需要一个非常理性的 一个这样的思考 他们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就是小学的时候吧 那么小你就支持他们离婚 那个时候当然是不支持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 你长大就会明白了 两个人在一起不单单是 不要给他们那么多的束缚嘛 所以你后来就支持他们分手了 对 后悔这样的决定吗 不后悔 不后悔 对 这有什么可后悔了 那你会不会对你的感情生活 会有影响 没事 他们看到那个也会挺伤心的嘛 就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给我造成伤害了吧 但是我真的不怪他们 咱们不聊了 咱们不聊了 姑娘 咱们不聊了 咱们不聊了 在这点上我也挺为她加分的 因为我觉得她能够去为了别人的这个决定 和去让自己去把委屈突然心里的人 她是一个足够坚强和内心强大的人 所以这样的人呢 在职场上 我觉得她一定是一个比较有承担 看来能力 相对其他人来讲会更强的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 它不是因为子女要你怎样 或者家庭要你怎样 或者世俗要你怎样 你就被捆绑 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开心 你就应该 你可以去寻找你自己更开心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每个孩子都会渴望一个完整的家 就是这种 他们现在过得幸福就好嘛 对 是吧 行 那你今天应聘的是我看就 我想应聘商务英语相关的岗位 我想把英语用到我的工作中 你认为什么样的岗位要用到商务英语 类似于外贸 可能你公司需要在有个拓展国际方向的 然后可以运用到英语 你需要国外的客户 我觉得我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上面写的是六千加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应届毕业生 我对一个薪资不是特别的在意 我希望就是我的 我的晋升 我能学到的东西 是我比较向往的 小黄同学 你可能没理解一件事 就是你的英文是个工具 但它不是个岗位 就是商务英语的岗位 你比如说教学的时候 可能它叫这个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 它可能叫BD 它可能叫商务拓展 商务经理 就是你得落在一个 哪些行业 是你觉得最容易发挥的 而不是说 全球够我也可以 电商也可以 哪个是你真诚与热爱 我觉得我比较追求 可能商务拓展吧 这些企业你了解吗 只限于百度上的了解 最喜欢哪家 就是法国梦泉吧 我有考虑过 你现在有个优点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即使地调整和修正 自己的情绪 然后带到职场当中来 但是我想帮你的是呢 其实马瑞和六人游 这边你可以考虑 因为六人游 也会经常去到国外 马瑞是常年在国外 各种展的各种秀的 其实我今天还真挺高兴的 就这种女生 其实在生活当中 其实越来越少了 我发现 就挺碌碌大方 就挺朴素的 挺朴素的 特别招人喜欢 而且这个孩子 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他是我们所见不多的 从大学毕业 要即将要毕业 他还要坚持自己的专业的 太难能可归 不 但是还有一点 也别说太难能 太难能 但周总有一点 他是不坚持也没办法 因为他只有英语 但是他没有专业 就刚才石头哥说的是对的 就是你要找到 你未来的发展的 具体的岗位 和你擅长想做的东西 因为你现在的英语 放在哪里都可以用 我现在是很开放式的 转行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不知道我 我在哪一行里 会不会找到我 特别热爱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去做它 我觉得初期 现在对我 现在这个阶段来说 转行是很有可能的 这个第一轮选择之前 再问一下 这个你是毕业之后 在上班吗 还是现在就上班 其实我现在已经可以实习了 那你现在上班就是实习 那我们就是开的实习公司嘛 是这个意思不 第一人选择许可流 天生我有才 来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我最擅长的是排球 但是不能在场上打排球 所以呢 我就轻唱一首歌 唱一首Rather Be 来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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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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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 因为这里面有一句话 如果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拿到它 它是一场尝尝 但是我会拿到它 抓住每一个你可以得到的机会 然后去努力 你发现你从头至尾 你的穿着和你的脸上 都写着两个字吗 什么字 无奈 无奈 他一直在适应 一直在适应 而且眼神当中 包括刚才我们说 那个父母的那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呢 他想说呢 他又不想说 你说他不想说呢 他马上就有那种情绪涌动 你是不是觉得 你是不是对生活周遭的经历 你感觉有一些无奈 人生无奈的事太多了 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你新兵开始 在职场准备开始上阵之前 会有两种担心的小忧虑 第一个呢 这人是不是缺爱 第二他是不是缺盖 对吧 你看你在简历中写的说 工作爱我 我爱工作 假如说工作和客户 没那么爱你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爱你的工作 对吧 如果他本身目的性很强 我爱工作 工作一定会爱我 他的一个因果关系 就会到过来 所以为什么说 你有一点可能缺爱缺盖的 就会有一点性格短板 上台我也知道 我的能力就是我的英语 和我一些工作实习经历 但是我觉得 企业在寻找一个人才的时候 特别是一届毕业生 他应该更多的着眼点 放在他的潜质 我希望我能通过我的表现 让他们看到我具备的能力 和我可发展的空间 林静 我建议你 还是要就是在英语的基础之上 为自己去寻求一个 就是有方向的专业 新专业 不要再去利用你之前的英语的 那个基础 在英语这个大的一个市场里面抢饭吃 你懂我意思吧 你要坚持你的专业 因为太多的人都不坚持了 那些学英语的都去干其他的了 你回来干英语是对的 周围你误会我了 我不是让他完全割裂 抛弃他原来的英语的那些积累 他在很多岗位上面 依然能够用到的英语 我希望他拓展 因为你知道就算是你选了一个 法国化妆品公司 可能他的工作的那个内容 也未必就是每天拍你 其实林静 我们确实是有国际部门的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 就是给你提供这样一个外国 外语的这样的一个岗位的话 其实是没有的 还是偏向于销售和市场拓展的 我反而觉得你特别适合做教育 比如说你刚刚说 你跟很多老外成为朋友 跟他们的交流很好 其实你可以在很多教育公司 去做一个叫外国人中文 在教育公司存在着大量的 这个使用英语的岗位 这个我们公司就有 我个人的想法是 我现在想要多尝试 我想要在不同的岗位上 去感受一下 这个岗位是否适合我 非常谢谢大家给我的建议 我肯定会好好思考到 我觉得这对我的人生 是很重要的一课 好 现在是你们思考的时候到了 第二轮环节去过来 还有发展的 来 从赵小叶开始请翻牌 六千 活动执行 对 然后我要说一下 我们在主要发展体育事业 你又很喜欢排球 我是非常看重的 期待你加入英朗 谢谢 六千 助理是吧 市场助理 国际化市场助理岗位 地点 东南亚和北京 金山云给你的岗位 是分析师关系 接触的呢 有外国人 也有中国的分析师 给你的岗位呢 是智力方公关 P1团队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我们黑洞资本的 海外市场的助理 林婷 我给你的这个呢 跟其他的人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呢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岗位啊 叫民宿试睡师 业务就是去体验这些 我们的品质比较好的民宿 然后呢第二 你的文字功底要好 你没有看过 他的文字功底和 这种写作能力 你就给开出这么高的薪水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 对我们这个舞台的不尊重啊 而且您这岗位太草率了吧 给的他哪里体现出 他这方面的素质了呢 我觉得第一啊 我觉得他的这个性格特别好 是个很乐观的人 第二呢 他沟通能力特别好 有一个问题啊 他要六月份才毕业 那这六月份之前是实习 那您作为企业家 您肯定知道 这个薪资绝对是 大大的超过了实习的工资 好 就算六月份以后是全职 那这个薪资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这个薪资也肯定超过 您公司其他同等员工的薪资 那个这个就有问题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岗位的 最低工资 但其实从传媒的角度来讲啊 我倒是蛮理解就是葛总他们公司这个设定的 为什么呢 他现在在葛总眼里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草根代言人 那也许呢就是说他在他入职当了这个试水师之后呢 他可能会迅速地成为一个网红 网红其实也是帮助品牌去推广品牌自身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但我们还是必须要说嘛 要支持这种乱开价格的行为 我们还是要说嘛 对吧 选择是他自己的事嘛 来 周伟 解释得通就好了 我们是一家教育公司 我提供的岗位是英语视频的制作和研发 因为我们有低年龄段的一些教学英语的这个制作内容 我们工作地呢在上海 林坚 其实你是确实是长了一张非常可爱的脸 我很喜欢你 法国孟全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商务经理 但是也会参与我们一些短视频的录制和拍摄 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可以提供住宿 考虑一下灭掉六层 留下两层 周伟 谈前不上感情 这薪资满意吗 这是 实习工资 对 实习工资 实习工资 对 你要不要加 实习我可以接受 好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松鼠AI 黑洞投资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黑洞投资 去吧 每一个老板他过来都会心下告诉我 未来应该怎么去选择 我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我遇到很多好人 感谢 有点 有点 无论 有点 有点